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说到电影达文奇密码呢 我想不少观众都看 那里头呢讲了一个惊悚又玄秘的故事 说是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呢 在一个深夜啊被人给杀害了 那么在他尸体旁边呢 除了一个诡异的盲星图案 还留下了一些神秘的数字和诗句 那么后来呢侦探顺着这些图案和诗句 往下查案子的时候呢 他们惊奇的发现 跟破案相关的很多线索 竟然全都藏在达文奇的几幅名画当中 因为这个构思实在是精巧 所以呢小说和电影一发行 立刻就风靡了全世界 当然了小说和电影再精彩 那都是虚构的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 那却是一个真实版的达文奇密码 而这个密码破译的 还是一个已经埋藏了上千年的谜团 陕西省的韩城是不算是个出名的地方 要不是西汉的时候出了个司马迁 多数人恐怕都不会听说过 2008年的10月 有个施工队呢在离韩城市区不远的盘乐村呢 挖出了古墓 考古人员后来再一发觉 好家伙 巴掌大一块地方 竟然满满当当的挤满了五百多座古墓 不过可惜的是啊 这些古墓虽然从西汉到民国 哪朝哪代的都有 可空的空 毁的毁 被盗的被盗 一个有价值的都没有 那想必有人要说了 这不就是一乱坟岗啊 哎 您这么说他呀 那也没错 反正啊 考古队在盘乐村干了好几个月 一直都没有什么发现 这天啊 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发掘工作 要是再没有什么收获的话 那就收兵了 没想到 就是这最后一次 惊人的发现来了 什么呢 这个挖掘机一铲子下去啊 地底下竟然出现了大片的沙子 和巨石 沙子和巨石 这算什么惊人发现了 哎 您要尝看咱们的节目 那你就知道 古人呢 为了对付这盗墓贼 想出过很多的招数 其中有一种呢 就叫积石积沙墓 也就是用这个细沙代替泥土 来填埋墓室 再在这个沙子里呢 掺上大量的巨石 因为这个沙子呢 有很好的流动性 容易塌方 那么加上巨石的重力 所以盗墓贼想要打这个盗洞 进这个墓室呢 沙子是边挖边躺 洞根本就打不成 你就算打成了 这个洞 那也十有八九会塌方 把盗墓贼呢 给埋在里头 比如以往的经验呢 考古队判断 他们这次发现的 应该就是一座 基石基沙墓 想到这儿啊 他们心里面激动了 你要知道 建这种基石基沙墓 工程浩大 花费惊人 不是王宫显贵 那绝对建不起 这也就意味着 沙子石头的下面 那绝对是一座级别很高的大墓 不出他们的意料 在清理完流沙巨石之后呢 一座古墓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几天之后墓的周围被清出了一个大坑 整个墓室的轮廓 他就写了出来 可一看到这个墓室啊 所有的人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为什么呢 这墓和大家开始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它太小了 小到只有两米五长 一米八块 也就是说跟个阳台差不多大 激动了半天 挖出来的却不是原来想象中的大墓 大家心里面那叫一个失望 那您说这么小的一个墓 这里头能有什么宝贝呢 没想到 等把墓门打开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的钻进墓室之后 眼前的情形却再次让他们大睡觉 这间狭小的墓室当中 既没有关过 也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陪葬品 里面只有一张床榻 上面并排躺着两具早已腐朽灰画的尸体 而让人眼睛一亮的 则是墓室周围的三面墙壁上 画满了色彩鲜艳 美轮美奂的壁画 在场的那都是老考古 各种各样的古墓他们见过不少 可这眼前的这座墓呢 却让他们觉得那是不可思议啊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矛盾 那这话怎么说呢 你先说这个墓的规模 你说它不是一般人的墓吧 那前面已经说了 这能防盗的流沙巨石墓 那可不是一般人建得起的 可是如此精心的防盗设计 要保护的却是一个只有阳台大小的小墓室 而且呢建墓的地方也不是什么风水宝地 而是一个近似于乱坟岗的地方 那您说这不是矛盾是什么 乖吧 再说这墓主任的身份 你说他是有钱人吧 哎这个墓室里的壁画如此的精美 当时请人来画这些画 那肯定是花了大价钱 可是除了几幅壁画之外 墓室里面不说陪葬品了 就连棺材都没有一口 那您要知道 在中国古代 一个人哪怕再穷 死了之后多少 那也得置办上一点陪葬品 你不能空着手去阎王那包刀啊 可这座墓的墓主人倒好 愣是什么都没带到地下 你说到棺材 那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 按中国人的说法 棺材那可是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房子 过去穷人 哪怕就是家徒四壁 可这个保姆棺材 那还是得早早的这个背下一口 至于有钱有势的人 那就更讲究了 什么金丝南木 阴沉木 雕龙画风 香金欠银 棺材之外 那还得套上果 几官几果 那可都是这个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啊 除非是不得好死的人 才会用这个草席卷巴卷巴给埋了 那么按民间的说法 没棺材 那死后呢 可就要变成了孤魂野鬼了 可眼前这座古墓呢 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摆着一张床 然后呢 把这个墓主人的尸体呢 往上面一放 这就算完了 那您说有钱人家 他有这么干的吗 明显不合常理啊 没错 帕勒村新发现的这座古墓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怪 那么 怪象的背后 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考古人员又能解开 这些秘密呢 上节说到 考古人员在陕西寒城谈乐村呢 发现了一座处处矛盾的奇怪古墓 墓室本身小得可怜 只有一个阳台那么大 里面不但没有任何的陪葬品 甚至连口棺材都没有 可您要说它是一座穷人墓吧 这个墓室上面呢 却又做了耗资巨大的防盗设体 墓室的三面墙上呢 还画了精美的壁画 总之 你怎么都让人想不明白 说到这儿 那肯定有观众要猜 会不会是这个防盗用的流沙巨石镇的质量 还不过关 早就有着到我们得进到了墓室 把这个陪葬每个关的都偷走了 这个您不用操心 专家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那么经过仔细的查看 考古人员确定 在他们打开墓室之前 整个墓室那是严丝合缝 没有任何背道的痕迹 那您说的这种可能 根本不成立 那还能是怎么回事 考古队决定 把这个疑问呢 先搁一边 按程序走 先把古墓的年代 和墓主人的身份 弄清楚 再说 可前面也说了 这座古墓里 一没有陪葬品 二没有墓碑之类的名文 那怎么才去查这个墓的年代 和墓主人的身份呢 对考古人员来说 唯一的线索 那就是墓里面躺着的两具尸骨 还有墙上的三幅壁画 要搞清楚这个墓主人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在哪个朝代 那只能是靠这两样东西 接下来 考古人员对两具尸骨 进行了仔细的清理和研究 两具尸骨 是一男一女 被并排放在一个 雕有牡丹花图案的床榻上 专家推测 这应该是一对夫妻 因为年代久远 又没有官国的保护 两具尸骨呢 早就已经化成了灰 不过呢 经过仔细的清理 在女性尸骨左手的位置 人们发现了三枚 北宋神宗年间的 西宁元宝铜钱 这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说明这个墓主人呢 至少是北宋之后的人 除了这个 尸骨上就再也没有别的发现 那既然尸骨上查不出什么了 所有人又把这目光呢 都放到了壁画上 咱们也来看一下这些壁画 正对着墓门的墙上 正中是一幅人的肖像 这是一名五六十岁的男子 头戴高官 身穿黑色长袍 你看上去那很斯文很和善 那么按考古人员的经验 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画像 肖像的背后呢 还画了不少人 这些人 有的在导药筛药 有的在配药端药 总之画的应该是制药的过程 而画上这个配药人手里面拿到的一本书 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书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 你看着呢 像是这本书的书名 经过仔细辨认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太平盛会方 找这中医行家一问呢 感觉 这还是一本挺出名的书 太平盛会方是在宋代的时候 你说宋太宗 他是一政府的 一皇帝 一政府的这么一个名义 那么下令 编撰的 也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部 属于方书 它是一个理论性 实用性很强的一个 一个巨柱 哎 又是一个宋朝的东西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是一座宋朝的古墓呢 哎 负责这次考古活动的专家说了 基本上可以确定 因为从这个壁画城这些人物的穿着打扮来看呢 全部都是宋朝的风格 你就拿这个牧师西边的这幅壁画来说吧 壁画里的人物众多 不过呢 有经验的专家一眼就看了出来 这画 他画的是宋朝杂剧演出时的情形 中间五个人呢 是演员 边上的十几个人呢 那都是乐队 这些人头上呢 还都插着花 而头上插花 那就是典型的宋代习俗 那个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有脏话的这一个习惯 还有他们的这个袍子 他们 这个都是北宋时期比较有特点的一种服饰 也反映了当时宋代这个杂体当时也比较发达 也比较普及比较流行 按照考古人员的分析 这些壁画啊 不但说明了牧主人他是宋朝的人 还说明了牧主人的生前呢 那是生活的很是富足 不然 你说哪有钱和这心子去听戏啊 哎 现在这第一点可以确定了 牧主人他是宋朝的 那么 他们会是什么人呢 哎 这时候啊 考古队里面突然就有人就说了 他说我知道这个梦里面躺的人是谁了 谁啊 杨国可小龙女呗 您看 这俩人都生活在宋朝 墓里面没棺材 只有一张床 说明啊 他们弄不好并不是埋在墓里的 而是住在这个古墓里的 更巧的是呢 小说里面这小龙女 他不是正好有张石头床吗 这跟这个神雕侠侣啊 全都对上号了呀 这话听着呢 像是开玩笑 不过呢 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有些事情啊 他也不是没可能 就像前不久 咱们有一期节目就说过 在北京石井山的一个工地上 出土了一具清朝康熙年间的干尸 那么按这个棺材头上写的啊 这人应该是一个四品文官 可在干尸身上最外面穿的呢 却是一件一品武将的官服 更让人吃惊的是 武将官服里面竟然还套着一件 如假包换的真龙袍 而最最让人想不通的 干尸明明是清朝的官员 可在头上留的却不是一条大辫子 而是像明朝的人那样 在脑袋顶上啊 还梳了一个发系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啊 有人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说这个人 他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一个得宠太监 就像这个陆顶记里的韦小宝那样 什么总管啊 将军啊 公爵啊 各种各样的文武官衔 他被封了一大堆 还得到了皇帝破例赏赐的龙袍 而这个人呢 又是一个潜伏在满清朝廷里的反清组织的成员 所以呢 他临死的时候 特意输了一个前朝的发誓 以表示自己到死都不忘反清复明 那您看 这不活脱脱的就是陆顶记里面韦小宝的原型 哈 当然了 虽说有这样的例子 可这考古工作 他毕竟不是写小说 你光靠这想象里的推测就能够完成 有人说这个墓里的人是杨国和小龙女 那主要就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 大家呢 好轻松轻松 咱不能当努 这真正的答案呢 那还得靠考古人员仔细的研究 找到过硬的证据来说话 那么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还真有 什么呢 原来考古人员 在对这个古墓本身进行仔细研究的同时呢 还对墓地所在的盘乐村进行了走访调查 这一调查呢 哎 他们从村里的老辈人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感情 这盘乐村的村民 多数人他都姓韩 那老人就说了 盘乐村的韩姓人 那可是大有来历的 韩世家谱上写着 他们都是韩世忠 韩大帅的后人 哎 说到韩世忠 那熟悉历史 爱听这个评书的观众 那肯定不会陌生 这人是南宋时期 岳飞齐名的抗金名家 而且呢 韩世忠 他不光是自己出名 他还有一个更出名的老婆 谁呢 梁洪玉啊 说到梁洪玉 那也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奇女子之一啊 他原本呢 出身官宦之家 却因为家道中落 沦为歌妓 那么后来呢 这个歌妓呢 是慧眼诗英雄 自己赎身存粮 跟了当时还是普通下级军官的韩世忠 俩人呢 从此相亲相爱 转战各地 硬是白手起家 打出了一片天下 那著名的黄天荡一战呢 梁洪玉不但冒着箭雨 肋骨为老公助威 还亲自带着娘子军呢 上阵杀敌 打着金军 那是丢亏气家 梁洪玉肋骨占金兵 也成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家伙 史书上还说了 因为朝廷不争气 后来呢 这对英雄夫妻啊 那是心灰意了 辞去了兵权 归隐故隶 忠老山林 听了村里老人的这番话呀 考古人员继续想吧 说难不成这墓里面 躺着的那对宋朝夫妇 他会是韩世忠梁洪玉两口的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算得上是重大发现 可惜啊 他们再一查资料才知道 没有这种可能 史书上明明白白的写着 韩世忠死后 并没有埋回陕西老家 而是埋在了苏州的林延山 直到今天呢 俩人的墓都还在苏州呢 得 这条线索呢 又断了 那么 接下来还能怎么查呢 哎 正所谓 山崇水户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专家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 新的线索又出现 什么线索呢 前面说了 墓里的两具尸骨呢 都已经化成了灰 不过呢 考古人员发现 骨头虽然不在了 可是头发却还在 而且呢 这两具尸骨的头发还都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棕红色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还以为啊 这是因为这个年头太久 头发里面黑色素退化 才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可后来等专家把这些头发移送去化验 这才惊讶的发现 感情 这些头发本来它就是这个颜色 并不是褪色造成的 那么 这又算什么线索呢 哎 我们知道 行了咱们汉族人呢 那一般都是说黑头发黑眼睛黄鼻鼓 而尸骨的头发呢 它不是黑的而是红的 那不用我说 你也应该想到了吧 没错 专家怀疑 牧主人并不是中原的汉人 而DNA检测的结果呢 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 我们是在中国军事科学医学院 把牧主人的头发做了一些检测 做检测的结果是不能准确断定 它一定是哪个人种 但是采取排除法的结果是排除了 把这个蒙古人种都排除了 有咱中国人属于这个蒙古 属于这个蒙古人种 就排除了咱们现在属于这个中国人概念 那么说是 现在最有可能的人 是中东一代的人 也就是说 盘勒村的古墓里 竟然埋着两个老外 哎 这可让整个考古队更加惊讶了 不过呢 也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 让整个怪物的真相最终浮出了水面 上一节说到 经过DNA检测 盘勒村怪物的主人 他被确定是两个老外 当然 你说是老外呢 也不是很准确 严格的说呢 应该是胡人 中国古代说的这个胡人呢 包括了范围呢 其实很广 既有中国的少数民族 也有不属于中国人的 这个中亚一带的波斯人和突厥人 而从汉朝之后呢 中原地区就开始有大量的胡人的活动 你比如说著名的大诗人利白 他的老家呢 其实就在今天的中亚地区 那么确定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考古队就请来了 对古代胡人情况最有研究的权威 就是这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长 韩伟 这韩所长一见牧师啊 就盯上了牧师东边墙上的一幅壁画 这幅画呢 咱们开始呢 没有细说 他画的呢 是佛教传说里 佛祖释迦牟尼 涅槃时的情景 那么佛祖升天的时候呢 他的十大弟子极度悲伤 以各种悲哀的这个姿势呢 站立在床边 有的蒙面世卫 有的垂羞顿足 有的嚎啪哨大哭 看到这幅画之后啊 再听了大伙介绍说 墓主人是胡人 老韩心里那是灵光一闪 想起了一件事 也正是这件事 揭开了怪墓的整个秘密 怎么回事呢 原来看到墓里面有宗教的壁画 老韩脑海里面就想起了自己前两年发掘过的一座墓 他说呀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墓主人不是用不起棺材 而是他不能用棺材 这呀 跟一个神秘的宗教有关 这个现在看着 王子用塔的这一点 和现教用 那你汉总人怎么用个塔 汉总人肯定是管 他不可能用个塔 张医 张局是最保重的 用塔是个藏军 这是现教的一个传统 仙教 电视机前应该没什么人听说过吧 我估计啊 就是认识这个字的人恐怕都不懂 我要不特意的说明一下 很多人那肯定得把它认成棉袄的袄字 不能怪您不细心 这两个字呢 你一眼看上去 那确实是一模一样 那稍有不同的 它就是 这个仙字的右半边 它是一个天空的天子 而这凹字的右半边呢 其实是一个桃之夭夭的夭子 那么 韩所长嘴里的这个仙教 那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宗教呢 韩所长告诉大家说呀 说这仙教那可不简单 它发源于古代的伊朗 还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 因为这个仙教呢 特别的崇拜火 把火呢 当成是最高的神灵 所以在中国的史书当中 仙教又被称为拜火教 当然 不管是说这个仙教还是拜火教 您拧起来估计呢 都会感到陌生 不过呢 我要说出它后来的名字 您应该就不会陌生 什么名字呢 名教 怎么样 耳熟不 想起来了吗 没错 在金庸老爷的著名的那本 《倚天图隆记》里面 主角张无忌 那就是中土名教的第三十四代教主 而什么白眉英王 金毛诗王 黑翼福王 紫山龙王 那全都是名教的四大护法 在小说里呢 这个以光明鼎为总谈的名教 形式 乖章 诡秘 门下教徒 那是遍布天下 所以呢 又被武林中人 成为魔教 无大门派呢 还曾经联手 想要铲除掉 这个所谓的邪派 我这么说呀 那肯定有观众会说了 《倚天图隆记》呢 是金老爷子 写的武侠小说 《成人的童话》 那么咱现在说的是考古 你把这两样东西 给扯一会儿 能有意思吗 哎 金庸老爷子 之所以成为武侠小说的 一代宗师太陡 那就是因为人家的小说 他既有丰富的想象 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体育 说具体点 那就是小说里的人物 和情节设计 很多呀 那都是根据真实历史来的 您就比如说 这个电影里的这么一段吧 属下朱元璋 参见张教主 如今情势非常危急 请教主指示大家该怎么做 朱元璋 我是战时代我义父 贊任教主 属朱元璋直言 昨天在大殿之上 教主虽然一直推死 不过在你的眼神之中 属下看出 教主其实是愿意的 名教教徒遍布天下 不断起兵对抗朝廷 实力雄厚 教主身负血海深仇 做了名教的教主 不只有机会 可以报仇血恨之外 他日推翻元朝 登起大宝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在电影里 朱元璋那是一个名教的小头目 一个劲的拍教主张无忌的马屁 拍马屁 这是不是确有其事我不知道 不过呢 朱元璋当年是名教的教徒 而且呢 还依靠名教打下了江山 那却是史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真事 所以呢 他灭亡元朝 当了皇帝之后 那也没敢忘本 给自己的天下取的名字 就叫做明朝 哎 长见是吧 韩所长呢 还说呀 据史书记载呢 早在南北朝的时期 很多信奉先教的波斯人 他就通过丝绸之路呢 频繁往来与中亚和中国之间 经商呢 做满 有的先教徒呢 后来还在中原定居 繁衍生息 而先教有很多独特的风俗呢 也因为这样传到了中原 其中重要的一点那就是 他规定 教徒死之后呢 不能睡棺材 坟墓里更不能带陪葬 他这个脏皮 没有任何寻葬片 这就是 这个中亚和 这个西亚的 这个 这个 私人的特别 就在前几年呢 老韩呢 在西安 曾经发掘过两座 北周时期的古墓 墓里呢 除了有先教的圣火图案 其他的特点呢 都跟盘乐村这座墓一样 主人 没有棺材 就这么 躺在床榻上 而且呢 边上没有任何赔档品 说到这儿 您应该听明白 根据前面的这些发现和资料呢 专家们设想了 这样的一个情景 原在宋朝的时候 一对来自中亚 信奉仙教的胡人夫妇 不远千里来到了中原 他们凭借从老家带来了 先进的制药技术 开了一家药行 因为药行生意兴隆 两口子呢 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没事的时候呢 还常常把这戏班子 请到家里面来唱唱杂句 多年的中原生活呢 让他们还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开始续长虚 穿汉服 还信了佛教 后来呢 他们年纪大了 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世 虽然在中原生活了这么多年 可想来想去 自己毕竟是胡人 不能忘本 所以呢 他们决定按照仙教的方式 给自己办后世 不用观国 不带培拉平 不过呢 为了纪念自己 大半辈子在中原的美好生活 他们又稍微做了一点变通 把制药和杂句 这些值得纪念的内容呢 画到了牧师的笔画 这才有了咱们今天看到的 这种独特的木大形式 两口子呢 绝对不会想到 他们的这个举动 会给后人出来 这么复杂的一道谜题 不过呢 猜这样的谜题 那也挺有意思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